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故事时间都到了 县子姐姐都还没来 我们应该走了 县子姐姐好 久等了 你们好 县子姐姐好 县子姐姐 你为什么会提着这么多蔬菜水果啊 这些是我刚刚经过市场的时候买的 想说可以带回去给妈妈做晚餐 买菜 那不是妈妈的工作吗 你们都觉得买菜是妈妈的工作吗 那你们有没有想过 晚餐你们有没有吃啊 有 你们有没有住在那个家里面呢 有 那为什么所有的事情都是妈妈要做的呢 而且你们有没有想过 如果所有的家事都要给妈妈做 那她一整天要花多少的时间在做家事呢 有没有想过 没有 没有想过 没关系 县子姐姐辨出来给大家看哦 听听 有请 想一笑 妈妈的一天 没错 我们准备了一个图表哦 可以来看看 早上起床到白天到黄昏 晚上睡觉前跟睡觉的时候 妈妈需要做哪些家事要花多少时间呢 虽然啊 我们每个人的家庭习惯可能不太一样 妈妈做的工作可能也不太一样 不过啊 我们可以来想一想 做家事会不会要花很多时间呢 我们先来看看 你们觉得叫家人起床要花多久时间 红红 20分钟到半小时 那做早餐呢 GG 你觉得 20分钟 20分钟就做得好 那黄昏呢 40分钟 40分钟 那洗碗呢 就要花多少时间来来 10分钟 10分钟 我们来看看一下 每个妈妈在家里做这些事情的时间 大概需要多少分 一个平均值 我们来看一下 5到30分钟 如果有人一直賴床说 我不要起床 这个时候就要叫比较久 那做早餐差不多30分钟 那洗碗15分钟 跟你想的是不是差不多呢 那我们再来看白天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有出去上班的妈妈的话 这个时间就要扣掉 她就不能用来做家事了 那其他时候她是不是就要更忙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看 你觉得买菜要花多少时间 橘橘 一小时 一小时 黄黄 一个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 那做晚餐呢 红红 半小时 半小时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收拾碗块你觉得要多久 15分钟 15分钟 那洗碗呢 黄黄 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 那我们来看看 大概是需要多少时间 买菜30分钟 那收拾碗块10分钟 洗碗10分钟 这都算是动作很快的妈妈 对不对 那有的时候如果家人很多 有的时候爸爸会帮忙 那就太好了 那妈妈就不用花那么多时间 你们有没有想到 如果有客人来的时候 妈妈是不是要洗更多的碗 这时候有时候 就要加长这个时间了 那我们再来看看 都吃饱饭了 有些人都可以 赶快做功课 看电视 可是妈妈她还要做什么 她还有好多事要做是不是 那你们猜猜 扫地托地需要多少时间 20分钟 那洗衣服呢 橘橘 15分钟 那收衣服折衣服呢 红红 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 不知道小精灵还有小朋友 你们是用猜的 还是平常的观察喔 看功课 妈妈帮你看功课 需要多少时间想想 一个小时 5分钟 20分钟 20分钟 30分钟 大家的答案都不一样 可能每个妈妈看功课的速度 也不太一样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看大概 是需要多少时间 对啊 我们可以看到喔 大概都要半个小时 那看功课也是十分钟到两个小时 我们可以看到妈妈的一天要做这么多的事情 花这么多的时间喔 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跟我们全家人有关 对不对 所以啊 如果让妈妈一个人去做这些事是不是很辛苦 嗯 而且我们再来想一想喔 我们每一个人的一天都有几个小时 24 24个小时 妈妈也是只有24个小时 对不对 可是她除了做自己的事情 还要做大家的事情耶 其实啊 憲子姐姐也是想要告诉大家 如果你们可以帮妈妈的忙的话 妈妈就可以多出一些自己的时间耶 嗯 今天我们要先来讲一个小故事喔 这个故事说的啊 就是有一个小朋友 她才小学四年级 可是啊 她就很会帮妈妈的忙喔 而且她帮妈妈的忙的方法 就是帮她做家事 她做了哪些事呢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凌晨四点 大家都还在呼呼大睡的时候 国小四年级的庄俊凯已经起床了 俊凯 你今天今天起来 我 我今天 不知道耶 我没有看市场 你还自己起起来吗 没有 妈妈叫 妈妈叫 对 起不来吗 起不来 然后现在一定要跟着妈妈去哪里 去童幼菜市场 准备和妈妈展开一天的工作 俊凯的妈妈在市场里卖菜 每天都要载着满满一车的蔬菜 来到云林县的斗六 而俊凯则是妈妈的好帮手 自愿牺牲价值的游玩时间 一起到市场帮忙 到了市场 俊凯赶紧帮妈妈进行开店前的准备工作 不但要把蔬菜摆到摊子上 还必须检查所有的菜 将枯掉或腐烂的叶片挑掉 因为那个冰很冰 所以如果你直接徒手去用的话 手手会冻伤 所以要戴手套 帮子拿冻伤 那菜为什么要放在冰块 因为我们从斗六再 从七楼再回来 有一段长时间的距离嘛 如果你没有跟他冰的话 他里面会太热 然后就会烂掉 这是我跟老板学的 跟哪里的老板学的 跟这位老板学的 所以妈妈是你在菜市场的老师吗 对 天已经亮了 准备工作还没做完 而这么多的工作 在平常俊凯上学的时候 妈妈就只能靠自己完成 对 对 差很多 差很多 因为假日比较忙 晚上我要去动货的话 就必须要看他看 如果有时候 比较忙 他会帮我補货 对 你觉得妈妈最辛苦的地方是 最辛苦的地方应该是 冬天的时候 裹笋子的时候吧 因为那笋子它壳旁边都很利 实际上手 手这边割一刀 那边割一刀 你来菜市场 用自己的事 想要帮妈妈工作 对 你想要让妈妈那么辛苦 俊凯虽然鸽头小 但是他推销叫卖的功力 可一点都不输给大人 也让妈妈的生意越来越好 看青菜需要吗 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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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菜有需要吗 一刀 今天的这一刀 我买到这一刀 今天的肉 后来菜 你如果买一斤鱼鱼 不是 我是买三十的 这一刀 这一刀你看 尖头的 台湾鸟 还尖头的 不好吃 不用钱 没有啦 你没有气候 俊凯这么早就懂事 其实是因为六年前 爸爸突然意外去世 俊凯舍不得妈妈 每天都忙得团团转 于是主动帮忙 让妈妈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你问一下妈妈是什么样子的 很强悍的女超人吧 为什么他会觉得她是女超人 因为她不容易服输 我觉得应该学妈妈 因为我其实我很爱哭 可是你都不想要让别人看到 你很爱哭 对 怕人家会笑 所以我是没有爸爸的小孩 我觉得没有爸爸又怎样 对啊 虽然辛苦可是很幸福 对 很幸福的原因是 可以跟妈妈在一起 对 俊凯在作文中写下她的心愿 仙子姐姐也祝福她 早日美梦成真 假如我是有钱人 我要建造一个万能的家 让我的太太一整天都不用工作 而且我要好好的保护我的家人 让他们不会受到伤害 可以安心的过日子 我还是希望说 以后有我们自己母子三个人的生活 就是永远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子 对啊 跟妈妈讲最常说的一句话 什么 好 三个字 我爱你 真的 这一句话她时常跟我说 看到俊凯虽然小小年纪 但是非常的懂事 而且也很爱妈妈对不对 看完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想吗 俊凯 因为她很会 很会说台语每个客人都会跟她用台语对话 你觉得她这一点很厉害 她会用台语叫卖对不对 而且她也有称赞客人 就是她跟客人的应答都很棒对不对 都很流略 很像一个小老板 很会做生意对不对 小小年纪很厉害 那华黄呢 我觉得一般的小朋友都是 妈妈叫了很花还一直在唱 但是她却天还没亮 就起床来帮妈妈做一些摆摊的事 的事情了对不对 对啊 而且她有说 她说她起得来吗 其实起不来 但我们都看到她是不是起来了 对 而且都不会挨挨叫 因为她想到她可以帮妈妈 她就觉得她一定要起床 看了俊凯 那么努力帮妈妈做家事 你们也来想一想 如果是在这个妈妈的一天里面 你可以帮妈妈做哪些事情 帮妈妈省下多少时间呢 我们来想一想 好 懒懒请说 就是帮忙洗碗 帮忙洗碗 如果你帮妈妈洗碗的话 你可以帮妈妈省下15分钟 那黄黄呢 可以帮忙洗衣服 收衣服 折衣服 这些你都可以帮忙 那就可以帮妈妈省下一个小时 也就是60分钟 那红红呢 我可以帮妈妈收拾碗筷 收拾碗筷 帮妈妈省下10分钟 可以 上课 转移轻一点 功课比较不会出差错 好棒喔 你的意思是说 你的功课可以写得比较好 妈妈就不用花那么多时间看功课了 对不对 对 你好棒喔 那有可能可以帮妈妈省下一个小时 也就是60分钟 而且啊 刚刚其他小精灵说的 你都做得到 对不对 还有没有呢 还有没有上面没有说到 但你也做得到的 姐姐 帮妈妈做一些晚餐 做晚餐 帮她切东西 帮她切东西 帮忙做一些部分 对不对 对 洗米啊洗菜啊切菜啊 不过也是要小心安全 而且要听妈妈的指令喔 那差不多可以省20分钟 很棒 那黄黄呢 少地安托地 你做得到 你可以全部做到 对不对 那30分钟 哇 好棒喔 好多时间喔 那黄黄呢 就是我不用妈妈叫自己主动起来 然后还主动去帮妈妈叫其他人 好棒喔 不只自己起床 而且还帮忙妈妈叫其他人 那应该就可以省掉15分钟 越来越多时间了 还有没有 姐姐 可以帮妈妈做一些早餐 像切水果 做早餐 那帮妈妈省一半的时间 15分钟 哇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喔 相信你一定还有很多事情 是你会做 或是你可以学习的 不过我们已经可以看到 现在有多少时间 现在姐姐来加加看喔 算出来了 是225分钟喔 好多 大概有三个多小时耶 有了这些时间啊 妈妈是不是就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了 也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啦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 妈妈她在变成妈妈之前 是不是跟我们一样 她们偶尔也喜欢去玩啊 也喜欢跟朋友聊天啊 也有很多自己喜欢的事情 可以去做啊 对不对 嗯 所以啊 如果我们可以帮妈妈 分担一点事情 妈妈不但不用那么辛苦 而且可以轻松一点 也就会快乐一点囉 接下来 仙子姐姐要再带大家 去看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里面呢 有一个启明哥哥 他啊 也很爱他的妈妈 会帮他做很多事情喔 做了哪些事呢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台上活泼搞笑的男孩 是国中三年级的陈启明哥哥 外表开朗的他 其实经历过一段辛苦的日子 从小爸爸妈妈离婚 启明哥哥和姐姐由妈妈带大 后来妈妈因为车祸 必须坐轮椅 都是由启明哥哥来照顾 我见到这个孩子之后 因为他不会自怨自爱 再来就是很贴心很懂事 妈妈为了赚钱养家 独自一人在花莲工作 启明哥哥为了帮忙妈妈 每个星期五下课后 会从罗东坐火车 到花莲找妈妈 可以养生的故事 来 欢迎光临喔 大哥 大姐 来试试看看 来试试看看 来试试一下 白草过年糕 你好漂亮喔 你咱来的 桃园 好远喔 大哥 我请一下 来 这个白草过年糕 五年糕 好远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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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明哥哥的姐姐 是个喜憨儿 平常白天陪妈妈做生意 晚上回罗东 和启明哥哥作伴 妈妈因为行动不方便 住在卖场的宿舍中 只有假日 是全家人团聚的时光 启明哥哥做起生意来 是不是很有价式呢 大姐 这个豆干 这是豆干 这是辣味的茶 酥味的原味 看看 看看 这是水晶鸟 比较多汉车的比较 像游览车 刚进来的时候 那个小姐就是找她签名 对 那签名之后 我们就会给她一些伴手礼 好的 你比较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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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如果说你下次我回来 我过来经过这里 好像麻烦你 好 谢谢 启明哥哥不但懂得招呼客人 也会帮忙招待导游 让生意更好 只是过于早熟的他 让妈妈很心疼 他很单纯 他只知道我今天出来就是 帮妈妈工作 卖东西 他也怕他从来 不会去烦恼什么 那儿子呢就是 才十五岁 可是 看他就是好像 力尽沧桑那样 但这一点就是 让我最担心的 因为我不希望 他的童年里面 就是有一些比较 不堪的福音 我希望他的生活 过得很快乐 很幸福 平常启明哥哥会负责 煮晚餐给姐姐吃 而今天妈妈放假回家 他更是精心准备了一道 特别的菜 妈妈说今天要吃 那个面 米粉粿啊 粿怎么说 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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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妈妈传授给你 今天是 她传授给我的第一天 一路走来 妈妈遭遇了许多的苦 还好有启明哥哥 和姐姐的孝顺懂事 有了全家人 互相支持的力量 仙子姐姐看到 希望正在绽放 我觉得我比任何人 还会幸福 虽然说我读书能力比人家差 可是我四肢健全 所以我觉得我很幸福 比任何人更幸福 看了启明哥哥的故事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觉得 他真的很懂事很成熟 有 而且他也是会照顾自己 又会帮忙妈妈对不对 而且也很有想法 不知道你看完 还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我觉得启明哥哥 他虽然有一个行动不方便的妈妈 还有他姐姐是喜爱的 但是他都没有觉得说 我的家庭怎么这样 而且他不但很乐观 还会去帮妈妈做家事 而且还会照顾姐姐 也会做生意对不对 真的很棒喔 那蓝蓝呢 就是他不会因为自己的家庭 而在那边放弃 他还会 看他自己身上 他什么 四肢健全 读书虽然读书能力不好 但他四肢健全 他会安慰自己 不会解散 然后他说他觉得他自己已经很怎么样 很幸福 不知道你有没有帮妈妈做过哪些事情 让你印象深刻的 我会帮妈妈切水果 然后在妈妈睡觉的时候 赶快把桌子布置好 让她有一个惊喜 就是他没有叫你做 你自己主动就做好了 这很棒 那妈妈有说什么吗 她说不用自己切 比较好吃 所以你帮她切的 她觉得更好吃 很棒 还有没有 好吗 我会帮我妈妈做顶部的按摩 按摩好棒 那你都帮妈妈按多久 不一定 不一定 那妈妈都会说什么 很舒服 很舒服 那你自己按的时候 自己的感觉是什么 觉得酸 但是觉得酸 说可以帮妈妈做事 觉得很快乐 很快乐 很棒 橘橘呢 我会帮妈妈切菜还有洗菜 很棒 那妈妈怎么样 妈妈很喜欢你帮她做这些事 对不对 对 很棒 看完今天的故事 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跟我 跟我们的小精灵一样 有很多想要帮忙的念头呢 因为啊 这都是你对妈妈的爱 对不对 对 而且如果你可以帮妈妈分担 她就不会那么辛苦了 她就会觉得很开心很快乐 那这样子全家人在一起的时候 是不是就更幸福了呢 对 希望你也一样哦 飞天仙子故事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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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